1899年,武术政变太后殉政四年,山东折类大汉,朝廷被巨额赔款压得喘不过气,无力阵迹灾民。 山东诸红灯和新城和尚,趁机创立金钟罩神权,无条件加入,无需武功基础,只要跟着法师念咒语,便能降神附体。 金钟罩神,从而刀枪不入,一时间聚集全民无数,灾民们本无意反抗朝廷,只不过为了抱团求生,于是竖起天下一和拳,兴轻灭扬旗号。 喊着天无语,地交干,全是教堂指出天,开始频繁洗劫教堂和教民。 山东巡抚有闲,正愁无忌阻止洋教传播,教民日益雷辛雷德,现在义和团人多势众,正好可以雷用。 他将擅自弹压义和团的平原支县蒋凯和同领袁世敦隔职。 义和团找到靠山,干脆打起有字旗,以山东府苑名义,攻击教堂,大肆未夺。 各国公使得报后,向朝廷提出强烈抗议,矛头支支有闲。 压力之下,朝廷只得将有闲解职,并招来京必见,之后派往山西巡抚,派任山西巡抚。 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,袁世凯到任时,接封宴上,义和团大师兄和法师也在座。 九过三巡拆过五位之后,袁招来随护管带,福尔地狱几句,管带退去。 袁向大师兄和法师拱手道,九温,神拳,刀枪不入大法,如一贯耳,近日幸于二位于此。 俗话说,百文不如一贯,袁某斗胆,请二位于斩身手,好让在座各位遗保眼福。 二人似乎成竹在胸,起身达到,成蒙大人抬爱,不敢违类。 二人走下躺来,进入院中,在墙根下站定。 法师换来一卫兵,让他持枪,站在大师兄对面,食不开外,叮嘱说,我说好时,你便开枪。 只见法师念动咒语,片刻之后,好自出口,枪声响起,大师兄当兄一抓,子弹落入掌中。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,袁世凯创管带一挥手,说本人眼拙,未曾看分明,再来一次,管带率一队士兵,不由分说,又将二人带回到墙边,枪声响触,二人倒地身亡。 刚才那个枪手下的赶快归地求饶,说他被买通子弹头,以预先卸掉。 交给大师兄,刚才放的只是空枪,袁世凯道,本人曾经战阵,又练新军,当然知道枪子不认人,岂能被尔等蒙骗。 当即向令,取缔一和团,尽全力倾脚。 一和团在山东无法立足,只得向直立转移。 老佛爷听信了有闲的汇报,以为一和团可用,只是直立总督荣路要姑息,致使一和团在直立迅速壮大。 谢谢收看,今天就讲到这儿。